第一個 他告訴我們說要逃避 有些時候 某些環境真的不是 你在那邊抵擋他 其實是你要遠遠的離開 你知道這個事情 對 你是很有試探的 你知道 千萬不要說 你就跑到女朋友的家裡面說 來 我們在房間裡 我們兩個人一起來禱告 這是非常錯誤的一件事情 你已經把自己 完全完全試探 我特別為你按手禱告 這個完全就錯誤了 就是說你不要給這樣說 你不要把自己放在 這樣試探的環境裡面去 所以你要遠遠逃避這個試探 OK 第二個是要找到那些 跟我們一起 清新禱告的朋友 所以這個属灵的同伴 非常非常重要 你有沒有找到好的属灵同伴 所以你剛剛講到說 我們敞開對象 你不要去找這個很軟弱的人 大家都在講他的軟弱 那講完之後你就說 那大家都這麼軟弱 那也沒什麼盼望 相反的是 要能夠彼此的扶持 所以有人公聖孤身一人 如果兩個人就能夠抵擋他 三骨合成的神是不容易折斷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彼此 這個人他軟弱了 另外兩個人把他扶起來 下一次可能這個人軟弱 另外兩個人再把他扶起來 所以我們要彼此相互 激發一些勉勵行善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第三個當然就是禱告 不是只有這些 我們這些清新禱告的人 在一起的時候禱告 我們自己也是需要禱告 這是非常重要的